我们又看了另一个房子 这个是 刚才那个房子的隔壁 那个是302 这个是304 这是主卧自带的卫生间 都差不多 配置都差不多 然后这个是主卧 我看没有什么主卧的感觉 因为 它非常非常小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客房 然后我们再来看 我们从主卧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小房间 能住小朋友的 也是非常小 这个是 放洗衣机的地方 这个是放那个 加热地暖的地方 然后 也是从这直接就上了另一个房间 这是又一个小房间 又一个小房间 也是非常的小 只能放一张单人庄 然后这个是门天 这是门天的鞋棍儿 这是门天的鞋棍儿 它睡机 虽然就是 好像这个 两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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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五吧 这个是大厅 这个是房子比较大的大厅 这个是中介 他说有那个 阳台的话就贵 都在两亿以上 没有阳台的话就是有一八 一九千五的 就跟这一样吧 嗯 就是比较这阳台 贵一点 这个客厅是比较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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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边有一个大阳台 所以卖的价格是两亿多 就是一百二十万人民币 这边这个房子 对它也导一定的光 它那个停车场 不是像咱家 咱现在做的那种 那个机器似的 它就是一下 一楼二楼 分了三层 那种自然停车 沙拉马特那种 那也不好听 他说能停车